一块石头卖了一百个亿的民币 当时废计了全世界的高手 台湾的 香港的 广州的 世费的 洁阳的 各路高手都废计在这里 但是最终这块石头流排了 没有人敢下手 挺遗憾的 07年缅甸工盘 他们又把这个料子重新推上去 还是很多人看 最终还是没有人下手 流排之后三个人商量了 只要不亏钱的情况下 有人愿意出到4000万 让他们保本的话 他们都愿意把这块石头浪出来 到最后这个比较没有钱的这个人 之前有一个大客户是在昆明 又特地的飞到昆明 找这个老板出800万的民币 愿意把这块石头的十分之一的股份 浪出来给他 结果这个很有实力的这个玩家 经过深思熟悉之后 就惋记了这一个事情 昆明的这个大老板 跟这块100个亿的石头 就擦身而过了 本来这个财物是送到他们家的 结果他就把它推掉了 后面就他提议嘛 既然是这样了 大不了我就回到解放前嘛 就建议说我们自己开了它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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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